好了這個新冠北斗的疫情 爆發到達超過一年 世界衛生組織日情 才說中國 動議讓專家到武漢 去調查疫情的關頭 也不過在社會的 畢士長譚德塞 今天來正信 明明專家已經坐婚禮去出發 所不得到中國的簽證 他覺得非常失望 要到中國的武漢 去調查到疫情的關頭 所以去弄軟軟的記載 譚德塞很慘 我們趕快來批評中國 所以這個中國 到底進行的疫情是如何呢 也讓我告訴你 真猜疑